來 請問人家裡 要注意什麼事呢 這位是 一鏡鏡 叔叔 還好 還好年輕喔 嘴巴過甜就可以 堵住他們的嘴 適當的 稍微收你一點 妳現在的態度是誠懇 對 誠懇 妳剛剛真的超浮誇的 妳剛剛就是兩個顏色 是空洞的 然後嘴巴一直還是很這樣 不忘不立 哥哥的女朋友來家裡的時候 比較害羞 馬上跑到我哥的房間 不會特別跟大家社交這樣 妳就會覺得 都看不到他們 那邊就把我沒有碰撞 對 在跟我爸媽聊 哥哥的女朋友 一回來就在房間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害怕自己在房間 哥哥的女朋友是不是 都還沒有禮貌 因為我剛剛又問到一個 也是哥哥的女朋友 盡量不要去房間 是禮貌吧 就待在客廳最好 然後他們就有給你東西 是妳知道 是 然後再爆也要塞下去 是不是 阿姨的手臂真的滿爛的 我很好吃 因為很難吃 然後阿姨又說多吃一點 阿姨是個特別幫妳買的 我就講給妳 妳沒有像妳外表看起來 這麼單純 對啊 我會以為 他會是默默就把它吃完的那一碗 就是喊著眼淚說 阿姨這是好好吃喔 一直喝水一直吞這樣子 然後憲儀想說 完了 我下個不要去洗澡 怎麼會這麼鹹這樣 看到長輩 會怕 化少一點 那個長輩就是化很多 怎麼辦 那就有說是…沒錯… 你一定要先稱呼長輩 不可能長輩先跟你打招 好長輩 會怕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就差這一點 你們好像看到我當作 我不存在這樣 我不應該在這邊 我覺得不對 因為我是你的長輩 你至少要招呼一生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而且那是你家耶 怎麼可以 不能有什麼臭臉 臉部表情要控的很好 然後怎麼樣 好 媽媽 就是… 主動跟妳的媽媽說 我幫忙洗碗這樣子 會不會加分 可是我應該怎麼會讓她洗碗 這麼疼惜老婆 比較常叫我們家小孩子做 你幫她洗這樣 然後讓她去休息 可以嫁了啦 真的結婚了之後 妳到她家去 她還是會不讓妳洗 都會洗碗 現在女孩子好像會煮飯的 已經很少了 但是如果會幫忙洗碗 掃地 或者是幫忙收拾東西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洗碗啊什麼 就是要表現出來 一個主動的感覺 做個樣子 就是要讓她們覺得 偶爾有那個意思 然後如果她們說不用就不用 我覺得用餐的規矩非常的重要 然後到人家家裡 就是要很客氣啦 幫還沒可能動完 然後妳也不能 就是那種禮儀 假尊重嗎 畢竟還沒… 假尊重 是… 還沒…還沒過門嘛 講話的方式吧 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做平常自己 可是以父母的角色來看 她說妳怎麼當女兒子這樣子講話 有一任男朋友很喜歡穿 海灘褲 這個要見我媽 我覺得拜託她 真的不要穿海灘褲 太假叫脫了 我媽說她怎麼穿成這樣 不能穿太短的褲子或裙子 她是穿短褲裙 這邊有開場 就是有破洞 媽媽就一直看著我 我覺得很尷尬 不要穿得太隨便 很用心但很裸露 很裸露 沒關係啊 大膽一點 妳問對方家長能接受到什麼程度吧 見我爸媽嗎 她對我爸媽還會 我爸媽很重要耶 對啦 她應該給大家都一樣 不能化太濃的妝 淡妝的妝 不要亂講話 就阿姨,你最近是有點胖了 胖了 你的衣服很緊耶 到底你不是長這樣 我都說很兇 妝不要太濃 穿著不要太露 你們的小孩帶自己的男女朋友回家 你們會希望注意什麼 沒有辦法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想要他們帶另外一包 後面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會有那一件 因為他在我身邊沒有要結婚 習慣的時候什麼 三字經或什麼伯媽 對,要克制忍耐 對,要忍耐 對 對方家長講話風格跟你一樣 就是也是三兩句就一個 可以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 有一些長輩就是會覺得說 我可以,你怎麼可以 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當然就是馬上就鎖起來了 不過不好意思 我剛剛只是... 對,講錯話 我剛剛一直衝動 你先衝動 沒有,沒有 沒有 其實我家裡算是滿開明的 不要太出格 其實都還OK 他可以貼中間就平衡 我家裡有也是可以啦 對,自然 對,自然 對,自然就是美 我那個也只有你開心而已 對,就是害怕 沒關係,我開心 大家都開心對不對 對 我家的狗很不優勝 你不要把重心放在爸爸身上 對,就... 雖然說你們好 這個是送給狗狗的禮物 最棘手是狗,不是父母 對 年紀越大,問題越多 你有被問嗎 你去他家的時候 你有被問到什麼 太好了 沒有 比較... 我自己的狀態要保持要最好 要把自己練裝一點之類的 你有帶生魚片去孝敬他們嗎 有帶過 蠻喜歡的 問他的爸媽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不吃 或是比較喜歡生活的 可能帶餅乾之類 大家一起可以吃的東西 比較安全一點 會緊張嗎 我會想要先探查一下零器 會偷... 他會偷肉一點 他很肉可以嗎 我先回憲 沒有 要帶禮,要送禮 你第一次去他家 拜會他父母的時候 有啊,對啊 比較客套的 我們吃飽了沒啊 對啊,沒有的話 就是說音樂啊 說要不要帶你去哪裡吃 就是一些禮貌性的 對 客家有沒有乾淨 他不要太少 你都就泡不過去了 屎旁我會可能先 先示好一下 把它主動收拾好 然後覺得 我混了一心 可是久了 我可能會覺得 那我有點受不了了 像是他媽媽有沒有需要什麼 趕快 姐姐 阿姨這個 你們問你自己 這個一定要,要討好啊 今天這樣子就是 把這個問題問了幾組 朋友們 對 大家一致的答案都是 禮貌 今天問到那些人 他們確實看起來都很善的 都滿有禮貌的 對,看起來都很善 我們有可能 找去找沒有禮貌的人訪問 我不會只準備一份禮物 一次去就全家人都要送禮物 第一次 第一次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我會這樣 他那個屋子裡面 總共住了25個人 所以我盡量不要去人家家裡 但如果就是只要去的話 跟大家庭交往 對,因為只要去的話 我就會 我就會希望照顧到家裡的每一個人 基本的禮貌 尊重的部分要做到就好了 對,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很成功 去到對方父母的家裡 把你想要的人帶回家好嗎